欢迎来到晨星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里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迪丽热巴和张云龙同坐过山车 她的反应也太女汉子了 这次迪丽热巴和张云龙还一起出演了 三生三世枕上书 据说她在这部作品之中出演了新角色苍蝇神君 这个角色在十里桃林拜会哲言时 与偶然间碰巧遇到了一身白衣的凤九 当即围棋倾倒 看来这部作品之中的凤九 这桃花韵比较不错 毕竟凤九是四海八荒第二角色 并不逊色于自己鼓鼓白浅 再加上她的性格没有白浅强势 多了一点活泼可爱 所以这个角色追求者更加多 这位神君还只是其中一位 这部《三生三世枕上书》才是让人望眼欲穿 到现在都是没有定档播出 迪丽热八很适合这凤九 这也算是她古装最美的一个角色了 同样是《三生三世》 这妮妮的《三生三世》 陈希元就是太辣眼睛了 玄角太老不太适合这部作品 这家行的艺人还是比较颜值高 张云龙、高伟光、迪丽热八、张冰冰都是发展不错 这部《三生三世枕上书》之中 杨幂会继续出演白浅 赵又婷不知道能否继续出演叶华 其实换一个角色也是更加适合 毕竟赵又婷颜值也不太适合这个角色 迪丽热八希腊拍摄穿婚纱了 和小朋友合照超温柔 还献出凳子腿 迪丽热八的粉丝们 对于热八出国工作这件事情是又爱又恨的 爱是因为她在国外总是愿意在社交平台出现 还各种晒自己的旅游照 当然很可能晒的时候已经是几个月后了 而且她在国外总是穿得明媚漂亮又清凉 而恨的则是即使频繁出现 但是也不见自拍呀 而且一出国就是一国恋 谁能受得了呀 迪丽热八希腊拍摄穿婚纱了 和小朋友合照超温柔 还献出凳子腿 当天迪丽热八一身婚纱造型亮相 而发型也是甜美又可爱 视频中她和工作人员一直聊天 心情很好的样子 而这时有人提醒她说 旁边有小朋友想要跟她合照 热八听完立马表示当然可以 于是蹲下来抱着小姑娘合照 而这时旁边还有个小朋友看到两人合照也表示想合照 并慢慢凑近两人 热八看到后立马表示大家一起照吧照吧 于是三人非常和谐的拍了照 而后面的那位小朋友依旧想要单独合影 于是热八让小朋友坐在了自己的凳子腿上 搂着小姑娘拍照 看到这个视频粉丝们纷纷表示 这么美的仙女人还这么好 自己也好想魂穿小女孩啊 不过爱丽丝们可要知足啊 其实热八在各种能够和粉丝们见面的场合 对粉丝也是好的不得了呀 车窗从来都是摇下来的 见面从来都是拥抱的 拍照永远都是乐意的 还自己花钱半生日会又唱又跳回馈粉丝 这样的爱豆大家还有啥意见呢 by bwd6